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的11月2日星期六北美时间的下午,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的voice节目 到昨天和今天为止呢,基本上英国警方是正式确定了那39个遇难的全都是越南人 所以呢,过去牵动我们很多中国人,很多华人心的这一件事情,终于可以说是真相大白,尘埃落定了 在过去这大概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呢,也是关于到底是美国人的争论是一直没有停止 而且事情呢,也是从最初的说是全是中国人,变到之后的有一部分是越南人 然后再到最后的全都是越南人,每一天呢,基本上都有新的消息的出现,并且最终有了整个事件的反转 在这个过程中呢,很多的大的这个新闻机构,还有很多这个网上的华人自媒体也是做出了不同的评论 这一次呢,我就想通过这个时间脉络和各个自媒体发布这件事情的视频的时间的比较呢 我们来看一下哪些海外自媒体是比较受证化的 而又有哪些其实是通过散布一些虚假的消息或者是未经证实的消息来误导观众的 这个呢,看完今天的视频之后,我们一切都会找到答案 我今天早晨起来之后呢,看到了这个CNN的这则新闻就是完全成精了 警方相信所有的39个遇难者在这个SX的这个卡车里面全都是越南人 我们可以看一下时间呢,就是今天早晨的7点28分,美国东部时间 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可以说是真相大白了 而且他给出的这个消息的话,也是SX当地警察局的消息 我们看呢,还是看这个SX Please,就是他们官方网页 这个网页呢,也就是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发展的更新 全都在这个SX警察局的这个主页上 所以这个无疑也是这件事情最为严格或者说真实的一个出处 我们可以看到啊,他这个每天都有这关于事情的更新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是10月23号周三 当地时间,英国时间的早晨9点23分 那天发现了39个在这个卡车后面冰柜里的尸体 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有对这39个受害者全都是中国人猜测呢 我们可以查一下整个的这个网页,我们就搜这个Chinese 因为它有可能是China,也有可能是Chinese 所以我就搜这个C-H-I-N 可以看到整个事情发展的过程之中呢 SX警方只有一次明确的提到是Chinese Nationals 就是说中国国籍的人 我们可以看一下时间 它是10月24日周四 11点37分 就是说38个人被认为是成年人 一个呢,是年轻的女性 我们之前报道,有可能是一个teenager 就是说十几岁不到二十岁的人 we have since confirmed that eight of the deceased are women sorry one are men and all are believed to be Chinese Nationals 就是我们已经confirmed,就完全确定了 这些所有死者之中呢 有八位是女性 三十一个是男性 而且所有的人都被相信是这个Chinese National 就是有中国国籍的人 再往后的这个 我们都知道呢 这个随着时间的发展 也出现了对他们这国籍的猜测 是第二天 10月25日周五 当天晚上的18点07分 The force will not be commenting on any speculation about the nationalities of those who have tragically lost their lives 就是警方不会对这个猜测 做出任何评论 就是这些人的国籍问题 而且他们又说 we gave an initial steer on Thursday on nationality however this is now a developing picture as such I will not be drawn on any further detail until formal identification processes approved by Her Majesties Corona have taken place 就是我们之前呢 周四的时候给出了一个 initial steer 就是说最初的一个 相应是这个掌舵 就是关于这个国籍问题 给出了最初的一个评论 说是中国人 但是呢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正在发展的一个图画 就是说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现在还没法完全做出最终结论 还需要调查 而且当地警方也说 我们不会给出任何的细节 关于他的国籍 直到所有的这个身份鉴定 被这个可能是某一个权威部门来进行 并且被批准之后 所以从那之后呢 可以说是第一天给出了是中国人的结论 然后第二天就已经 当地警方就已经权威的澄清了 就是说不一定是中国人 他们的国籍问题呢 现在还在调查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呢 如果是10月25日 英国当地时间6点07分之后 发生的呢 媒体应该拿到的准确的结论 就是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 这些受害者的国籍 英国25日周五晚上6点07分 因为时差的原因 那时候中国呢 基本上是已经进入了10月26日了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一些新闻 就是说关于那两天 华春莹在这个新发布会上 批评这个CNN记者提问 我们看一下那个时候的时间 来对比一下 大家先记录这个时间啊 就是10月25日的晚上 也就是说中国时间 进入10月26日之后 更早的消息呢 是当天晚上5点多不到6点钟 说的是CNN在当天的这个 例行记者招待会上 问这个中国 就是说提出一个 比较挑衅的一个问题 拿这个灾难跟中国 刚刚70年这个国庆 来很强的就是联系在一起 我们可以看CNN当时说的是什么呢 关于在英国发生的悲剧 我们理解目前详细信息有限 但希望你提供一些背景 你之前提到为庆祝中国过去70年 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进步 本月初中方进行了国庆 相关活动 但中国公民却通过这种 极端危险的方式离开中国 他们是出于何种动机 外界应该如何理解 所以我们看这个时间 其实是比较有意思的 因为当时呢 是中国国内时间的25号 晚上的不到6点钟 出的这个新闻 而当天呢 这个例行记者会 肯定是当天白天进行的 我不太觉得外交部 会在晚上进行这个例行发布会 但是10月25日白天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对比这个 SX警方给出的时间 他还没有到英国当地时间的晚上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警方给出的 39个全都是中国人 并且没有对他们的国籍进行 辟谣或者说进步澄清的时候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看呢 CNN提出的这个问题 光提出这个问题 本身是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但是呢 他比较让这个华春莹不爽的是什么呢 就是跟这个中国70年国庆联系起来 而且联系起来之后呢 他又做出一个定论 就是说中国公民 却通过这种极端危险的方式 离开中国 可以说是CNN基本上就已经是完全断定 这39个人全都是中国人了 而且他的这个动机也不是很好 所以被这个华春莹批评 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里呢 有一个比较tricky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外交部 他肯定是掌握一些比较内部的信息 在英国警方24号 也就是说一天之前给出了最初的这个消息 就是说39个全是中国人之后 我们看当时新闻呢 也是中国驻英的大使馆 也是派出了工作人员 去跟SX当地警方 就这件事情呢 进行合作和调查来取证 看一些信息就说他们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呢 后来也知道了他们是越南人 是拿了这个中国的假护照 所以呢才误导警方觉得是中国公民 但是驻英大使馆他们肯定能知道 这些哪些护照是真的 哪些护照是假的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能够颁发这个中国护照的 而这个警方呢 他可能并不是很清楚 能够断定出来到底是真的中国护照 还是假的中国护照 所以呢 在10月24号第一天的时候 给出了错误的结论 但是呢 因为一天的时间 他还没有办法完全确定出来 这个肯定不是中国人 没法完全排除 因为直到前两天才完全排除 他们不是中国人是越南人 所以当时呢 外交部肯定是没有把这个信息公布出来 公布出来的 只能是内部的人士 包括这个发言人华春莹 所以华春莹对他进行批判呢 也是因为自己掌握了内部的一些信息 但是这些信息呢 只能是这些政府的相关部门 比如说外交部掌握的 并没有对外公布出来 所以CNN其实在这个时候呢 提这个问题 他当时是不知道事情最近进展的 而且还是相信当时的这个信息 就是说英国这个警方公布是中国人 所以呢我们应该看到这个时间发展的脉络 华春莹之后呢 也是说了 就是说我们正在跟英国警方保持这个密切联系 英国警方仍然在核实越南人的身份 目前尚无法确认是否为中国公民 所以这个时候 中国当时得到信息肯定是 有可能是中国公民 但是有假护照 也有可能是外国的公民 但是这些人拿着假护照 是不是能够完全排除是这个中国公民的这个可能性呢 显然也是没法完全排除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些自媒体 他们是哪些是提出了 是中国人 哪些是比较谨慎 先看一下我自己的吧 大家可以看 我是10月26日 也就是 我是等了两天 等到英国警方之后改口 说没法完全确定是中国人之后给出的 做的这个视频呢 我的题目就是说39具尸体背后的思考 所以我用的是尸体 而并没有说 是中国人 或者说不是中国人 因为当时确实也是 没有办法给出定论 还在调查 这个是中国今年中国城 它是10月24号也是第一时间给出的这个视频 英国卡车查出39具尸体 全部是中国公民一丝偷渡 所以在这点上 我们可以看出来 因为它发布的时间是当天最早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也是英国警方最早说 确认是中国公民 这个错误消息的时候 所以呢 中国青年郑国成 那个时候 这么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 这个 Stone G 它也是10月24号说的 国不器年 年何人离国 信念 英国货车里的39名 中国公民 当时呢 也是第一时间 给出的 我当时也听出了 他讲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呢 虽然这个Stone G 他现在是比较是倾向于跟这个美国站在一起 对中国有很多的质疑 但是从这一点上 因为当时也是最早时间 给出的消息就是 全都是这个中国公民 所以他说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后面诟病他的是哪些呢 如果我们看他其他视频 能看出来 他是在一天之前 又发了一个是 谴责BBC和英国警方不负责任的言论 这个呢就是 已经澄清了 是越南人不是中国人的时候 所以呢 他是对这个消息不实之处 还有英国警方 最初给出的这个 并不是很确定的结论 做出了谴责 受到一些批评 因为大家觉得他 其实本身也是应该做出道歉 所以在这角度上呢 我觉得就是很难 做定论 因为他说的BBC和英国警方的 这个最初消息是错误的 这个也是说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再看 另外一个自媒体 就是朱老板的吐槽日常 他是10月26日 中国时间10月26日 也是我们刚才看的 英国警方改口之后 他说的洗打脸 英国39名亚裔死亡 疑死越南人 因为那个时候呢 已经一些新闻 包括英国一些新闻 已经给出了这个最新的推测 虽然不是从警方那儿得到的最终消息 但是呢 已经有越南的一些家属报案了 人失踪了 所以呢 他也是给出最新的更新 这一点上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记得朱老板最早12、4日当天呢 也给出了一个视频 他说的也是中国人 因为那个时候12、4号能得到的 也就是中国人的这个结论 所以他是没有什么问题 之后呢 我们看他的这个视频 他是把之前那个视频给删掉了 这一点呢 网友也可以来证实 删掉我觉得可以给这个朱老板点一个赞吧 因为你没有必要删掉 但是呢 因为他当时受到的也是一个错误信息的影响 也是从开始 就是前提就是说是中国人 所以之后呢 因为这件事情得到最新的这个update 他把这个删掉 也是当时很勇敢的纠正自己的一个错误 这个也确实是值得这个肯定的 所以朱老板他是说的比较中立 是在所有的这个自媒体之中 我觉得我最接近的一个就是比较中立的就是这个朱老板 并不是纯的红眉 也并不是纯的黑眉 最后想给大家展示的一个就是我今天想说的关键 也是一个很有名 比之前所有的这个海外华人自媒体 整个华人自媒体都是出名的 是谁呢 是文昭谈古论金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非常 呃 细节上非常有问题了 为什么呢 他是10月26日发出来的 我们都知道 文昭他是在加拿大 他的这个时间呢 是北美时间 比中国时间还要早十几个小时 比英国时间也要早 英国呢 是10月25日晚上 警方就改口 我说不确定是中国人还要进一步的合适 但是到了这个加拿大的时间 10月26日过了第二天 也就是说中国时间已经10月27号了 已经英国警方改口 改了一两天之后呢 他仍然是做了这个最初的这个视频 而且呢 后面网友也都是给他这个吐槽说 敢做不敢当改标题 他之前呢 说的 我印象中说的也确实是中国人 但是后面呢 也是看事情最近发展 把这个后面题目给改了 我们看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看他 在得到的这个最新消息之后 又是怎么说的 一起来听一下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0月26号 星期六 是周末 本来是不打算做节目了 但是有很多朋友留言 希望咱们聊一下 三十多个中国人 命运英文这个事情 这时候呢 他说的还是三十多个中国人 您说了三十多个中国人 尽管呢 在英国警方改口之后 过了一两天时间 他在加拿大仍然上来就先入为主 就是说中国人 我们再来听 就是在英国的埃塞克斯郡 被发现有三十多名中国人 死于一辆 冷藏货柜车内 那这个事情呢 确实我也有感想 有话想说 今天就加个二 先更新一下事实 10月24号 英国警方先是说 这39名死者 全是中国公民 这个他说是对的 确实是10月24号 英国警方最初发的 这个错误的消息 但是随后发现 至少有几个人 是来自于越南的 25号警方是说 有三名死者是越南公民 但是呢 说绝大多数是中国人 所以大家可以看 这个时候他说 10月25号警方说 三个是越南人 但是呢 绝大多数是中国公民 这个时候呢 文昭他惯用的一个做法 就是说 给出错误的信息 来误导观众 在我看他的这个频道 看了也是将近一年 那么现在看的越来越少了 就是因为我发现 他很多呢 给出的都是错误的信息 有的人给出的信息 错误的是无意的 就像刚才我展示那几位 10月24日第一时间 来发这个视频的 而有些人呢 是有意的 最典型就是文昭 死者当中 至少30多个吧 是中国公民 这么说呢 应该是比较确定的 这个结论 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可以看见了吧 进一步的这些误导观众 说 尤其隔世越南人 其他的绝大部分 全都是中国人 这个结论没有问题 所以 为什么说他给出的是 这个虚假信息来误导观众呢 因为我当时 已经给大家看了 这个警方的 最权威的这个消息呢 根本是10月25日 唯一说的 就是说 对于这个死者的国旗 有一些speculation 一些怀疑 在这个媒体 和这个social media上面 但是呢 没有说 绝大部分是中国人 因为我们看了 整个英国警方 对这件事情的讨论 唯一出现中国字眼的 就是10月24日最早时间说的 之后就再也没有提过 提到这个越南呢 大家可以看有六个 总共六次提到了 只有10月1日 昨天的时候才提到 这六个六处 第一次提到越南人 但是其他的地方呢 10月25日 根本就没有提到是越南人 只提到了说 我们现在没法确定 他的这个 真实的国籍的身份 同时呢 英国警方也说 I strongly urge journalists and other people on social media not to speculate about the identities of those involved all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is investigation 警方呼吁这些记者 还有social media上的人 不要再进行各种的 这个怀疑 他是美国人了 所以呢 很明显的 证据确凿 文昭在英国警方 辟谣之后 一两天 仍然说 有个别的是越南人 绝大部分是中国人 而且呢 他这么说 理由是 借他人之口 借英国警方之口 但是英国警方 绝对没有这么说过 说这么多 得到结论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 很多自媒体 他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基本上是 秉着这个尊重事实的原则的 但是最不尊重事实的是 什么人呢 就是文昭 文昭谈骨轮禁 好的 说了这么多 证据确凿 在这件事情上 我知道呢 最开始 有一些 海外自媒体 还有国内自媒体 说了 是中国人 被英国警方 12月24日最早的 这个消息 错误消息误导之后呢 是受到了 不少人的批评 包括我自己 尽管我没有这么说 也是受到了一些批评 这些批评呢 可以说 并不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在此呢 我想通过这个 整个 事件的 时间节点的一个还原呢 还他们一个清白 同时呢 最主要的就是 想给大家说一下 在所有的 这些自媒体制中 最 用心险恶 最 愿意用这个 错误的信息 编造 虚假信息 来误导 公众的 就是 文昭先生 文昭先生呢 大家也知道 他是 以前的法轮功 之前也是在这个 反华的这个海外媒体上工作 后来呢 是自己开自媒体 他首先呢 是一个非常有才的人 口才也非常好 有很多的这个 粉丝 或者说拥顿吧 但是呢 用我的话就是 他最善于这个 一本正经的 胡说八道 因为他很多的这个 推论呢 分析 全都是基于 一个非常不公正的 一个出发点的 就是恶魔化这个 中国和中共来丑化 所以很多 他给出的这个事实 也都是虚假的 在这一点上呢 我觉得有必要提出来 同样呢 作为海外的华人 他在加拿大 我在美国 我也看到了他 最近几个月呢 也是做出了很多的 关于这个 美国 特别是特朗普 总统的一些 美国政策的一些分析 说的呢 也基本上是 非常偏颇 作为在美国生活 很多年的人呢 我也是觉得 完全是停不下去了 因为他 常年在加拿大 我不知道他 多长时间来美国一次 我也不知道 他在美国生活 过多久 靠想象 意想 或者说 靠这个 编虚假信息 来做所有推论 哪怕你真是 博股 通勤 哪怕你再有 满腹的财学 以一个错误的出发点 或者说 故意以一个恶意的 散播虚假信息 为出发点 这样人说出的东西 有多少可信度呢 好 今天就先给大家说到这里 欢迎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明镜与点点赞 明镜与点点赞 明镜与点点赞